第九章 变化中的法国 从一战到解放 1914年6月28日 一位塞尔维亚族枪手杀害了奥地利大公弗朗兹 费迪南 欧洲战争机器隆隆启动 在短短的几周时间内 在此之前的二十多年中 磨刀霍霍的两大武装阵营正式宣战 各国家以军事联盟的体系组成两大武装集团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 如此简单的一个事件就会导致所有伙伴之间的冲突 由法 俄 英组成的三国协约集团 加上比利时的参与 直接与德 奥匈 意大利组成的同盟国集团对抗 法国人在巴黎火车站欢送他们的战事上前线并呼喊 圣诞节在柏林相会 然而他们将陷入失望的痛苦 战略分析家原先预测的短期冲突变为四年全面战争的可怕灾难 给法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画上了深深的伤痕 法国在战争中胜出 他实现了每一个复仇之梦 甚至夺回了在1871年落入德国人之首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 并让德国付费来大大的扩张自己的殖民地 但这只是出征舞蹈式的胜利 战争给法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这个国家再也不像从前一样 一战及其后果残忍地粉碎了法国美好时期的幻想 在国际上 法国现在不得不承认受制于发展壮大的美国 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 又受到东三再起的德国的牵制 法国的人口再也不能恢复到从前的榜首地位 拿破仑统治时期 六个欧洲人宗就有一个法国人 而1918年后 12个到13个宗才有一个 而且情况越来越糟 一战后的20年内 法国经济略有发展 但主要是复苏 1939年 国家财富基本上与1914年持平 而其他国家则进步更大 法国社会生活没有大的变化 面对社会的不稳定 当权者毫无安全感地 焦急地谨守着他们的位置 左右一两党利益集团 控制着法国政府 同时又尖锐地相互抨击 直到1939年 当德国发动的新战争 进一步考验法国的时候 这个国家还处于僵硬状态 看来 他仍被智库在自己造成的恶性循环之中 1940年 年终的丢人惨败 使法兰西第三共和国 这个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历时最长的政权 黯然结束 在一支德国占领军的严密监视下 由独裁者 传统主义者 被当执政的法兰西国家建立 第一节 一战的影响 社会和政治的分歧 成为世纪末的组成部分 然而令人震动的是 整个法国于1914年夏天参加了战争 庞加莱总统唤起神圣同盟的精神 号召人们摒弃政治 宗教和社会分歧 议会里的社会主义代表 投票赞成参战 甚至他们的领袖 让 劳勒斯于当年7月31日 遭到右翼狂热分子暗杀 也没有吓住他们 8月末 两名社会主义者 其中一位是经验丰富的老马克思主义者 如尔盖德加入了内阁 则射出政治光谱的每一种色彩 至少表面上 战争在政治国度以外 看似被普遍接受 工会未能成功地掀起 过去所鼓吹的和平主义情绪 此前 军队司令官们 曾估计逃兵比例达到百分之十以上 但是事实上 逃兵仅百分之一多一点 看上去 好像各个团体 在政治国度中 未经精英允许 就一言不发地把自己 融入到了第三共和国 战争的本来面目很快就暴露出来了 到1914年圣诞节 一条从瑞士到英吉利海峡 绵延700公里的战壕建成 军事战略家对战争能够减少人口流动的预计被灾难性的证明只对了一半 铁路迅速地将男人们送到了前线 但部队到了那里后 却滞留在原地 一动不动了 科技的革新 使战争变成防御 而不是进攻 机枪手 占据合适的位置 就能抵御重炮轰军 比过去暴露的行军部队有较大的优势 战壕作战成为交战的通行方式 长达两三英里复杂的战壕网络 作有混凝土攻势 锋利的铁丝网林立 在重重防御之下 在士兵们的想象中 总是处在月下的景象 不幸的是 双方的将军们都没有思考 这些变化带来的后果 最糟糕的是脱离掩护 他们作战 仍然使用过时的进攻战略 军事总部总是顽固地待在后方 他们毫不犹豫地将最优秀的一代人 派到战场上送死 英勇和激情对锋利的铁丝网 铁锹和子弹几乎不起作用 死伤是惨重的 仅在1915年 就有60万法国人在战争中上升 1916年 德国人决定集中力量进攻凡尔登的战壕 他们料定法国人政治上 绝不会想到这座堡垒会失现 的确没有一位在1792年国家保卫战故事中长大的法国将军和政治家会想到丢失这座历史堡垒的故事重演 法尔登战役于1916年2月21日开始 德国发动了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轰炸 战役持续到12月18日结束 法国指挥官贝当由于指挥陈公尔名声大震 尽管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盟军伤亡40万人 德军死亡约50万人 士气在血流沉河中受到了严峻的考验 1917年又一次无效 但代价惨重的进攻触发了军团政变 被当靠软硬监尸才恢复了秩序 其中27人被枪杀 近3000人被判了监禁 兵变在巴黎停起来像一个警告信号 政治家们的理想像他们的将军一样破灭了 他们掌权的时间更短 实际上按第三共和国的风格 在1914年至1917年间 有四个不同的政府管理 企图在西线打破僵局的尝试 如同1915年灾难性的达达尼尔海峡出击 是不成功的 只有到了最后 政治家和他们的指挥官 才找到了打破防御僵局的办法 飞机得到了使用 尽管主要用于增查和扫量的轰炸 同时坦克也解决了 最初陷入泥潭的技术问题 在1918年得到了有效的使用 最厉害的技术革新是化学工战争 与1899年颁布的海牙公约相违背 毒云主要是戒指气 是造成数万法国人 同时也是许多德国人死亡的元凶 离开战场的政治家 对海军封锁德国的效果寄予厚望 盟军的海上优势 使德国国民的经济状况 比法国人要差很多 让我们希望他们能坚持住吧 在一幅有名的漫画里 一名前线士兵对另一个人说道 谁?老百姓 一战在两个最前线 平民和军队之间进行 在大规模的战争中 靠增兵组成的军队 在全国保住士气 是统一整体成为主要的目标 做好宣传 是政府战略的关键部分 报刊主编们很快就掌握了 撰写新闻的要理 这场战争被形容为 反对具有可怕的种族歧视色彩的 条顿人野蛮主义的自卫 而法国胡子兵或步兵战士 则被表现得无限的足智多谋 爱国而且愉快 战壕里的生活看上去也没有那么糟 甚至有报道曾安装了中央暖器 炮弹 流伞弹的爆炸 这么多笑话 一位前线士兵在报纸中这样说 另一份报纸 写他们如何 期盼进攻就像期盼过节 他们非常幸福 他们大笑 他们后开玩笑 新闻审查确保新闻在 1914年和1915年时 打败仗的影响范围 受到严格的限制 对于广泛流行的 蛋症 症的性质 人们看法也很有保留 蛋是子蛋的蛋 症是症动的症 蛋症症 症是症状的症 将军们认为 这是没有男人气概 而医生们认为 很难同意吃苦耐劳的男人队伍组 会患有女人的 歇斯底里症的说法 随着战争的进行 报纸的火药味减少 休假的士兵 传播着完全不同的 战壕战争的故事 寒冷 潮湿 狂轰滥炸 绷紧的神经 腐烂的尸体 明显的徒劳 来自战区的难民 自1914年以后 有至少十个行政区 完全或者部分 在德军的战线后 也多少对宣传做了修改 巴黎于1915年 遭到了齐柏林 飞艇的空袭 并于1918年 再遭了德国重炮 大被杀的袭击 这让法国平民 尝到一点前线的滋味 600名巴黎平民 死于敌军行动 卷入大规模战争 带来的财政和后勤方面的压力 使得生活条件恶化 工业转入为战争生产 首先导致失业率的上升 同时通货膨胀 一些日常生活用品短缺 排队购物成为常见的现象 1916年开始 实施价格调整 而1918年 则开始实行配给制度 战争的需求 迫使政府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的干预经济事务 给士兵家庭提供的慷慨补助 表明了战场上战争的严峻现实 国内战线较容易承担 固定价格制度和配给制 也显示了极力取悦平民消费者的关心 供给方面的关键产业 如铁路 钢铁 船运等等 处于全面的政府控制之中 计划生产 加强企业间的联系 劳动力分配等等 为了适应 为了适应介入这个新领域的管理工作 政府机构迅速膨胀 在不到四年中就扩大了四分之一 士气虽然还没有土奔瓦解 但也为时不远了 军事失败 兵变 政治领袖风道扬镳 再加上支柱工业爆发大罢工引发的 1917年政治危机 把克列蒙梭退上了政治舞台的中央 他提出战争 战争还是战争的口号 推行半独裁政权 并且为战争做了最后的推动 斗争得到巧妙的平衡 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 有效地把俄罗斯逐出了战争 美国也加入了协约国一方 1917年兵变之后 英国军队开始集结 德国从东线撤退 德国将领鲁登道夫 于1918年进行最后的反击 德国人意识到 必须在美国援军到来之前发动攻击 随着德国的盟军在巴尔干半岛 叙利亚以及意大利的溃败 加上德国国内各大城市爆发的政治革命 这次最后的出击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但是卢登道夫失败了 他的队伍被击溃 1918年11月11日 德国同意签订停战协议 第二节 一战的后果 1918年 法国面临沉重的战后重建任务 1919年 凡尔赛合约的签订 使阿尔萨斯和洛林两审 重新回到了法国首宗 并为这个人口增长 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国家带回了170万人口 但这仍然不够 法国在一战中共有130万士兵上升 占所有主要参战国死亡人数的最大比例 还有300万人残废 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完全成为废人 仅20万平民死于战乱 仿佛这还不够 1918年至1919年的一场西班牙流感 又造成了16.6万法国人死亡 战争期间出生率下降 虽然未婚生子大幅上升 疗以补偿 以婚人群可以忽略不计的生育率 就如同作家 德里欧拉·罗希尔 后来在书中指出的 法国男人 另吸他们的精子 却不在乎流血 1919年 法国90个省仅有3900万人 而在1914年 87个省就有3950万人 法国每一个城镇和乡村 刻满名字的战争纪念碑 见证了血腥可怕的战争的范围 在法国的3.8万个城镇中 只有一个在战争中无人上升 战争的后果在10个沦陷省尤为严重 满河地区损失了近三分之二的人口 而其他五个省损失了将近一半 物质损失也很严重 无尽的轰炸离地 遍野 湿江 浇田 大量的农田 变得寸草不生 战争共破坏了将近100万栋建筑物 及难以计数的铁路 公路 桥梁 和大部分工厂 战争消耗了近百万只羊 无数头牛和50万匹马 法国不仅仅是经济基础建设 遭到了严重破坏 它的战后重建工作也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法郎受到的影响最大 法郎自1801年起 坚如磐石 并平稳地度过了滑铁路战役 和巴黎公社时期的动荡 但却无法与大规模战争的需求抗衡 一战期间靠政府支撑 法郎保住了五分之四的价值 但战后它直线下跌 到1919年 法郎贬值50% 到1920年 贬值80% 法国政府支撑法郎的能力 受到战争中欠下的巨额外债的牵制 虽然个人所得税政策 在1916年才迟迟实施 但却是千疮百孔的懦弱之举 仅够弥补法国战争消耗的三分之一 其余部分政府通过 其余部分政府通过 清盘黄金库存和大量的国外投资 以及向外国 尤其是美国贷款来弥补 直到1920年 两倍的间接税和三倍的直接税 才使法国有能力偿还外债 战争对法国社会 人口以及道德结构所带来的冲击 说明了法国人战后 对安全的呼吁为何会如此强烈 克列门说在法国和德国之间的莱茵河畔建立缓冲国的梦想 就像后卡罗林王朝的洛林成功的可能性很小 在西部建立领土缓冲区 以及在东部联合邻国包围德国 看来很重要 限制德国经济潜力是另外一个关键因素 不管是隔离德国 还是让其财务赔偿 都会拉动法国经济的重建 虽然受到英国和美国的阻挠 克联盟说还是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措施 他成功地收回了阿尔萨斯、洛林、两省 通过新成立的国际联盟 使法国成为媒产丰富的萨尔地区 为期15年的保护国 实现莱茵河地区非军事化 使德国军队人数瑞减到了10万人 德国将接受战争罪的指控 同时要支付财务赔偿 德国现在是在魏马共和国的统治下 对安全的渴求 说明了法国在交战期间 对德国的不妥协态度 盟国协商达成的凡尔赛合约 遭到了美国上议院的否决 这样通过国际联盟实现集体安全的工作 从一开始就步履维艰 1923年 法国短时期的统治了莱茵河地区 并企图强迫德国尽快实施赔偿计划 这一压力导致了1924年 关于赔偿的道斯计划签订 但困难仍在继续 甚至到1925年的洛加诺公约签订 此公约规定了法国 德国和其他国家要尊重现存领土的政策 但是这仍然没能让法国确信 其东部领土是安全的 因为当时魏马共和国中右翼党派 复仇主义分子影响在增加 正是在这种沉重的气氛中 1929年 法国决定建造马其诺防线 一个高度现代化的 巨性攻不破的防御结构 起于瑞士 忠于凡尔登附近的蒙梅迪 经济重建 依靠的是从德国获得的战争赔款 虽然赔款进程低水般缓慢 但法国经济在凡尔赛合约后的 十年内恢复得很好 从战争转向和平时期的生产 绝非畅通无阻 1918年 战争工业雇佣的170万工人 要适应和平时期的生产 并非易事 另外 德国对北方的占领 破坏了当时传统的重工业经济生活方式 法国经济恢复在一定程度上 受益于战争时期工业的现代化 新的科学管理原则如泰勒理论 使法国的重要工业比1914年发展的更加迅猛 钢铁工业发展极为迅速 就像橡胶 汽车 飞机 石化产品 电器设备等重要的二类工业的发展也很不错 法国的飞机制造业在战争期间就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虽然后来落到了美国的后面 但是到了1924年 法国总体工业水平已达到了1914年的水平 战争艰苦净况之后 消费者需求的增加 对法国经济的恢复起到了促进作用 法郎的贬值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 20世纪20年代初 法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比其他任何一个竞争国都要快 到1929年 工业生产与1913年的数字相比增加了40% 对外贸易增加了66% 与此相反 法国人口的增长却不活跃 战争期间 大量婚龄成年男性的死亡 导致人口恢复的基数很小 针对劳动力短缺的状况 法国政府采取了吸引移民的政策 尤其是吸引来自意大利 西班牙 波兰的人 但很少吸收白俄罗斯人 比利时人和其他国家的人 在战争之前 法国大约有100万外国人 但战争期间又有50万人涌入 到20年代期间涌入的人口数目继续增加 法国继美国之后成为欧洲的民族大熔炉 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已经有250万外来人口 几乎占成年人人口的10% 这样法国政府就开始着手处理国家的人口问题 部分的动员移民成为劳动力 相反 他们将妇女的工作地点转移到厨房 并鼓励他们多生育 战争大大刺激了妇女劳动力的增加 尤其是在军事工业中 同时也促进了白领工作的发展 战争时期的压力 使大家对妇女当公共汽车司机 制造军需品的工人 股风如工 卯工已经习以为常 虽然他们的工资还只是男性工人的一小部分 但妇女所享受的生活水平 比起以前已经很高了 这一现象引起了男性的极大不满 即使是政治进步派中也有这种不满的情绪 令人惊讶的是 女性与移民团体一样 对政治生活没有多大的影响 1936年 法国总理社会党的领袖 莱昂·伯鲁姆选择了三名女性 加入她的人民政县政府 然而与其他妇女相比 她们并没有更多的选举权利 左翼政府没有为政府做什么 没有为女性做什么实事 激进分子和社会党党员 担心拥有选举权的女性 会选举宗教党派 给予妇女选举权的议案 于1919年 1929年 1932年和1935年 被议会否决 女性受教育的状况得到改善 但富有家庭的男孩 则占据了中学和高中教育 危害了所有女性和工人阶级男性 受教育的机会 拿破仑法典的精神 依然广泛地笼罩在女性问题上 当1917年 一项将服装贸易行业的 每周工作时间 缩短到五天半的法律通过时 人们普遍认为 则使服装行业的妇女 可以在星期六为家庭采购 妇女到了1938年 才得到了他们的法律权利 而在此之前 妻子哪怕是获得一本护照 这样琐碎的事情 都需要得到丈夫的允许 当时的理由是 为了使他们能够 在更好的环境下生孩子 以从政下降的法国人口 1920年 政府禁止出售病用品 并颁布了一项禁止 对堕胎的新法律 被人称为天使制造法 同年 法国开始庆祝母亲节 并为多子女的母亲授予奖章 同志奖章授予有五个孩子的母亲 银志奖章授予有八个孩子的母亲 金志奖章则授予有十个孩子的母亲 如果说女性相对沉默 而他们的男性伙伴 却不是这样 女权运动上在睡眠期 并在战争时期四分五裂 工人阶级仍然在艰苦条件下 工作和生活 而1919年 八小时工作只得到保证 但法国成年男工的生病和死亡率 比其他经济社会结构相似的 欧洲国家要高 而且社会保险制度也较为落后 1918年工人的实际工资 比1914年的工资还要低五分之一 虽然经济在20世纪20年代有所发展 但他们的工资到1930年时才达到了1914年的水平 通货膨胀也对中低层阶级有所冲击 1926年当时的法国总统 庞加莱稳住了法郎 但他的价值也只达到了战前五分之一的水平 这也许对出口有利 但却大大削减了那些靠退休金和固定工资生活的人的预算 土地方面的情况也很糟糕 农民在战争中的死亡人数占很大的比例 虽然农民的劳动产品在战争时期的需求量增加 一些农民也因此受益 但重返正常状态对他们不利 人口从偏远的乡村大量流动到城镇 给农业经济造成了很多的困难 同时也弱化了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 农业生产效率有所改善 1914年一个农民养活4.2个人 到了20世纪30年代 这个数字则为5.1 而美国的这个比例则由10.2上升到了14.8 从世界范围来看 法国的农耕事也特别没有效率